我们无法想象李文86岁的老母亲该是怀着怎样的心情 在她第一时间发现女儿自杀轻生之后 把女儿送到医院抢救的过程 至今让人回忆起来都会扼腕叹息 7月6号 李文的二姐李思琳在接受港媒电话采访时表示 86岁的老母亲至今难以相信 宝贝女儿李文已经去世的消息 她久久站立在女儿的病床前不愿离去 李文的母亲年轻时曾是医术精湛的中医 在李文九岁时她带着姐妹三人移民美国 在旧金山李文的母亲开了中医馆 就是靠着这间小小的中医诊所养活了李文姐妹三人 李文的母亲内心里堵信中医可以救回女儿的生命 哪怕西医告诉她李文已经脑死亡了 即便一度曾经心跳恢复 越有意识 但这也改变不了李文生理上死亡的现状 李文的母亲曾经试图想在女儿的头上扎针 她总觉得奇迹会降临在自己女儿的身上 直到听到监视器里传来那嘟嘟的绝望的声音 李文的心跳真的停止了 不仅李文的家人无法相信 更多的粉丝和网友仍然沉浸在李文亲生自杀 用指甲刀割腕的细节里震惊不已 在港媒的另一篇报道里 他们对李文自杀的细节有过这样的描述 7月2号中午 李文和母亲姐姐一起吃完午饭后 自行到浴室洗澡 大约当天下午3点30分左右 李文家里的外籍庸人到浴室打扫时 突然发现李文捂着流血不止的手腕 从浴室里冲了出来 而浴室的地下 留下一把沾染上李文血迹的指甲钳 至此拯救李文的生命就开始了 一家人跟死神赛跑 试图把李文从生死边缘抢救回来 奈何救护车过来拉走李文时 他已经陷入深度昏迷的状态 在医院 李文虽然一度心跳恢复 让人重新燃起希望 但很快医生就向李文的家人宣布 他已经陷入脑死亡的状态 继续抢救下去 也是无济于事 只是李文86岁的老母亲 不愿意相信女儿已经离世的消息 他反复恳求西医 哪怕再多抢救女儿一分钟 就可能让他在世上多停留一分钟 李斯林对港媒解释 母亲对自己的小女儿李文格外疼爱 是因为李文是一父子 当年李文的父亲意外病死在他乡 在李文还没有出生时就撒手人寰 李文的出生 某种程度上 也寄托着更多母亲对爱人早逝的爱意 如今李文告别的如此猝不及防 他86岁的母亲身陷悲痛 李文的二姐李斯林表示 接下来他们会照顾好母亲 这应该也是李文生前最想看到的 白发人送黑发人 世间最难过的悲伤 莫过如此 在李文自杀被抢救的黄金72小时之内 李文那个亿万富豪的外籍老公布鲁斯 并没有出现在李文身边 在李文最需要他的时候 他全程隐身 似乎当年那个在媒体和公众面前 营造把李文捧在手心里疼的好男人形象 一去不复返了 这么多年来 也就是在李文自杀去世之后 人们才发现 李文曾经那么渴望有一个孩子 为此李文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 他备孕 取卵 多打九次 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让重燃战火的李文 不停地被打击着 他像一个无所不能的女战士 可在无数个暗夜来临之际 李文徘徊在自己的那些阴霾里 无处逃遁 最终李文选择了暂时放过自己 只是方式太过惨烈 李文走了 以一种猝不及防又决绝的方式 李文的二姐李斯林7月6号 接受了多家媒体的采访 她表示 家中86岁的老母亲 至今仍然不敢相信女儿已经去世的消息 她不吃不喝不睡 李文母亲这一生命运坎坷 在生李文之前 抗力情深的爱人意外离世 如今又白发人送黑发人 李斯林说 当下最重要的是要好好操办妹妹的葬礼 她不会阻止任何人来送妹妹李文最后一程 言下之意 李斯林的义由所指 指的就是李文那个还未离婚 但是已经情感背叛的老公布鲁斯 在李斯林的描述里 妹妹李文被送去医院的时候 已经脑死亡了 所有的抢救措施 在医生看来都是徒劳的 但他们一家人不放弃 哪怕任何一丝希望 也是觉得妹妹李文还有未见之人 那就是李文老公布鲁斯 李文一辈子绕不开一个情字 摧毁击垮她的不是抑郁症 不是左腿的病患 甚至也不是之前的乳腺癌 而恰恰是与负伤布鲁斯的这段匿缘 外界有消息称 李文和布鲁斯夫妇俩 已经分居长达两年 之前李文疼爱有加的两个妓女 也帮着父亲隐瞒她出轨的消息 等到李文抓到老公布鲁斯出轨后 两个妓女不仅不认为 他们的父亲做错了 反而是觉得妓母李文有错 我们不知道他们口中所谓的错 是李文做了九次试管 还没有生出孩子的现实吗 有网友感叹 但凡李文不找一个 比自己大16岁的老男人 他都能顺利地把孩子生下来 有了孩子的牵绊 李文也不会选择自杀 以往李文也是谈过姐弟恋的 但最后一个背叛了他 爱上了张慧妹的妹妹张慧春 另外一个是小奶狗安智杰 李文嫌弃他太过瞻自己 从小就是一父子出生的李文 从来没有得到过父爱 他被母亲教育 天上最亮 最大的那颗星星 就是你的父亲 李文在老公布鲁斯身上 找到了既像丈夫 又像爸爸的微妙情感 在不少人看来 这或许也是李文婚姻失败的原因之一 哪怕老公比自己大16岁 毕竟他也是跟自己生活在一起的 共同伴侣 他不是父亲 哪怕外籍老公 对自己的两个女儿贴心照顾 是一个好父亲 那也是天生的血缘使然 并不代表着 他会把对女儿的那份妇女情 转移到他对自己的老婆李文身上 有人感叹 李文是无法面对离婚这个事实 老公布鲁斯接二连三地出轨 李文选择性地包容 最后没有赢得老公的迷途之反 换来的反而是一纸离婚书 只差他在7月份签字了 可笑的是 李文的老公布鲁斯在老婆去世之后 第一时间发表了道文 看似言辞恳切 把老婆李文生前的荣誉 捧到了天花板一样的位置 仔细看文中 他对李文之爱的妻子的称呼 就是这么一个细节 让无数李文的粉丝震怒 而李文的二姐李斯林也站出来 驳斥了这篇道文的虚伪 李斯林表示 这篇哀悼李文的文字 并不是他和李文的老公布鲁斯 联合公布的 他只是布鲁斯艺人所为 而李文也并非如外界此前报道 所说的是割腕自杀 有关他的死因 还带试检报告结果出来之后 再向公众公开 说到底 情就是身外之物 太过讨好形的人格 太过把自己的心中所思 所想 所念 寄托在一个男人身上 最后的结局极有可能就是 如李文这般 逃不过命里注定的情节 愿李文的母亲 能好好保重身体 愿天堂再也没有抑郁症 折磨李文了 了